专载自白家号作者 烟雨龙台本届世界杯德国队表现的确实很烂 但要把这种烂墙加到某个人头上 我想这就太过分了 厄齐尔纵然发挥的不好 可其他的队友也是一个比一个烂 为什么非得揪住厄齐尔自己不放 皆因其自带的种族属性 所谓的开放包容的德国一样 有自己的价值标准 而这种标准一样存在两面性 不管承认不承认 它确确实实的存在着 世界杯前的一张合影 将厄齐尔推向了风口浪尖 进而是德国国内铺天盖地的指责骂骂声 甚至开始与种族联系在一起 过多的高深的道理和他国之间的矛盾 我们没有兴趣理会 大厄齐尔却是因为这件事情 为整个德国队的势力背上了黑锅 这位曾经为德国队夺得2014年世界杯的功臣 这瞬间就变成了罪人 没有人去关心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哪怕在德国国家队内部 也是千方百计的排挤 这个一向奉行传证血统的 日耳曼民族眼里容不得沙子 更容不下看似有儿心的移民之词 就像厄齐尔自己所说 赢求的就会承认你是德国人 而输求了你就是个移民 很奇怪 德国国内出其一致地指责厄齐尔 更奇怪的是 并不是指责他的世界杯的表现 而是他的那张火土耳其总统的合影 以及智商合影背后的政治意图 还有他那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土耳其血统 厄齐尔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连发了三份声明 详细记述了这段时 揭来自己所遭受的责难 和内心痛苦的挣扎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 选择离开就是最好的解脱 他说以前穿上国家队的队服 就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一直在为国家 为球队 为队友服务 到头来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这一切已经够了 现年只有29岁的厄齐尔 是国少有的零星的中场球员 为国出战92场打进23球 并有40次助攻 但即使在华丽的数据 也改变不了德国民众对他的看法 今天他不是正统的德国人 厄齐尔在声明中提到的 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种族歧视 虽然没人会承认这一点 尤其是被负为欧洲民主典范的德国 从这件事就可看出他们的嘴脸 以及对待事情的双重标准 上至德国足协主席格林德尔 下至拜仁主席赫内斯 都将厄齐尔踢得体无完肤 在他们眼中厄齐尔就是德国队中最薄弱的一环 是球队中的不稳定因素 德国足协主席甚至直接在社交网站上 发案要求厄齐尔退出国家队 其实各种原因不说自明 一旦被背后的利益集团绑架 就由不得求援自己了 而厄齐尔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退出国家队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强调血统的国度不会有其立足之地